今天您不怎么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因应退休潮来袭 中华邮政盘点 今年上半年到明年下半年 借铃退休再加上 自请退休的人工 估计大约会有1000人 因此启动了大真才 热心最高是上看5.3万人 另外台九也预估了 从今年到明年农历年后 将会有700多人退休 创下历年最高 也将会启动招募500多人 这也创下了16年来的新高 日前内政部市井 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退休潮 来势汹汹 中华邮政盘点 2023上半年到2024下半年 建立退休加上自请退休的员工 预估大约有1000人 因此赶紧大举征裁 招考证取上千人 备取也有400多人 包括营运值 法务等类科 条件是大学以上毕业 月薪有望5.3万元 一般金融等类科的专业值 则要大专以上毕业 月薪约4.3万 至于柜台业务等类科 以及游地业务及运输业务 只要高中值以上就能应征 月薪至少3.8万元 5.3万还不错 开得很好 还蛮稳定的 台北市平均就四五万取票 5.3万应该还OK 尤其我们在前两年 又把事务加急的部分 又多发给大家 5000多块跟6000多块的部分 中华邮政将在明年农历年前后完成征裁 考生得通过比试口试跟体能测验 证取人员预计最晚在2025年2月28号前 依序禁用完毕 而面临这波退休潮 台湾烟酒更是有感 预估今年到明年农历年后 将有700多人退休 创下历年新高 因此将招募500多人 这也创下16年来新高 备战退休人力荒 各大企业陆续启动大增财 调高待遇 就怕能成功递补退休人力 这里所以林一新台北采访报道